這部Nenovo新推出的ThinkPad X1-4來到香港 現在就和大家試試 不少人對接機都沒什麼信心 這部X1-4打開它當Pak用有13.3吋 對接起來當電腦用只是大約A5 size 就這樣拿上手感覺都不錯 另外還配備了數位筆和keyboard 用Wi-Fi式上網可以選5G版 就這樣看就不錯 不過接機最大問題就是螢幕容易有接痕 不知Nenovo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呢 先講講接疊效果 這樣打開接起來都算很順 中間接痕都不算很明顯 如果90度打開的時候 它還會自動分成兩格 都頗方便 其實這個可粒式接疊 是將中間的位置彎曲後套進去 旁邊有兩邊外殼保護就沒那麼容易壞 不過接起之後中間會有條縫 要放鍵盤在中間 這樣就不會入層了 如果不喜歡用虛擬鍵盤 其實筆和鍵盤都可以額外再買 筆充完電 一拿上手便會自動連結 而鍵盤是用磁吸式設計 一放上去的Fold 開藍牙便可以用 而且還有Mouse Pad 真的好像一部小電腦一樣 再說說流暢度 一開機它已經用Windows 10專業版 感覺上都頗快 我同時開了WhatsApp YouTube 以及幾個Tag 都頗快 而Fold X1本身就是預設了Whiteboard 想要畫草膏都很方便 我們試用一些畫Sketch的App 大力和小力都有明顯不同的粗幼 簡單的畫圖效果都不錯 這部小機仔細節放在袋上就剛剛好 一般文書處理看片,即使開視像meeting Intel Core i5處理器已經很足夠 而且看片的喇叭是用Dolby Atmos 音質很好 官方說這部機是999克重 不過拿上手都比預期之中聚首 如果折起來,拿久了也有少少吃力 但後面預設了有一個企位給你 讓你課你去看片和做匯報 雖然它不算特別輕,但始終都是手提電腦級別 用了一段時間都不會特別熱 有些可惜的是雖然這部機都有兩個Type-C頭 不過作為一部電腦來說都算少 如果你要過夜,就要另外買一個Adapter 本生活,樂科技,安華-K